联准会维持利率不变,并暗示3月不太可能降息 美股主要指数重挫 纳斯达克指数下跌2.23% 标普500也跌于1.6% 个股方面,Google母公司Alphabet周二盘后公布财报 虽然商机营收获利表现均优于预期 但广告收入逊于市场预期,导致周三股价重挫于7% 另外,制药巨头诺和诺德公布2023年获利优于预期 广受欢迎的减肥药物和糖尿病药物的销量持续飙升 带动股价大涨超过5% 市值突破5000亿美元 接下来看到焦点个股 可以看到当天市值增加最多跟减少最多的公司排行 看到全球财经大事 以及近期汇率利率 来到台股盘市 加成昨日下跌 但今日上涨吃了昨日黑K 周线开始横盘移动 上涨时成交量比前阵子下跌放大 均线维持多头排列 贵买持续强势沿着周线上涨 成交量也持续上涨放量 puts car ratio为111.6 选择全位平仓17700puts增加2286口 最大位平仓在17300puts 而18350口增加3218口 最大位平仓为18500口 变动区间为17700-18350 近期联发科可看到 主力买卖超持续下降 而散户持续增加 周线月线季线前线纠结状态 对于法说会后的行情无明显反应 可多交流以后续筹码是否有出现松动 跌破均线纠结处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咯 我们明天见拜拜 新年快乐 1-3月台美股交易满额 远远送手续费折底金 本月开美股账户 可想终身美股手续费0.12% 每笔最低只收3美元 2月底前开户再送线上呱呱卡 东京双人来回机票多项豪里等着您 快来布局你的财富口袋吧 年轻人最爱的证券频道 YouTube搜寻口袋证券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